大家好,我是三豪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,重新命名多个文件的最快方法,当我们重新命名一个文件的时候,方法就是这样,点击这个方法,然后改名要的名字,或者是right click这个方法,按rename,不过如果用这个方法来命名多个文件的话, 这方法就真的不方便了,所以这里我会跟你分享一个比较快,而且非常容易的方式来命名多个文件,不管你是十个,一百个,还是一千个都好,都不是问题,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,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,三豪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teBook和MateOS的实用小技巧,如果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,欢迎你订阅和关注三豪TV,那我们开始吧! 首先我们把所有要更改的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,然后点击你所要更改名字的文件,这里我会选择全部,就command a,然后再到左上角的发这边,然后选择rename这个号码的items,在第一个选项里面可以看到有三样东西,第一个,更换特定的字,第一个是replace test, 就是找这一个字,然后replace什么字,这里我就以dxc作为example,然后更改成为pic-,然后我们现在按retem,当你更改好这个名字过后,你会发现到好像没有更改到,这时候其实是它的system没有refresh到这一个page,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它关闭,再打开来, 你就会发现到那些dxc的话,全部就会更改成pic了,第二个,添加特定的字,第二个是add test,添加字呢有两个选项,aftername就是在名字的后面,beforename就是在名字的之前,所以我这边就填写beforename,在下面可以看到那些example,那这边我按rename, 同样的很奇怪就是它并没有马上全部更改,这里我按back,然后再按回去,重新打开过后呢,才可以看到它所有的字都加了那个我刚才写的生号在前面,第三个特定的格式,第三个是format,format这边有比较多的选项,这里我们先看where,where的话就有两个,第一个是after和before, 跟之前的一样,aftername就是在这个名字的后面听,跟beforename就是在这个名字之前,所以我这边也选aftername, 而name format就有三个选项,第一个是name and index,例如我现在的current format我要打的是happiness,所以它就会变成happiness-1, 为什么呢,因为start number at 1,所以如果我把它变成2,它的start number就是2,然后接下来下一张就是3,所以如果是name and counter的话呢,它就会变成happiness-3个0,2,这三个0是它deforeset的,所以到100张的时候呢,它就会happiness-001000,这样子, 至于name and date呢,就会变成happiness,今天的日期,跟现在的时间和多少秒,而我会比较喜欢的就是name and counter,然后我选1,rename,很奇怪呢,就是这个rename它可以直接更改,不需要关闭再重启这个folder才可以,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里会是这样,还是你们那边也是一样, 难道这个就是apple的box,欢迎你跟我分享一下你那边的情况,好啦,以上就是我和你分享的manbook和max的使用小技巧,是不是很容易呢,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,欢迎你给我个赞,也分享给你的朋友,如果你什么使用小技巧或者是app,或者是你在使用max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,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,那我是神浩,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,拜拜